都跳出來了 大家好 好久不...有些人好久不見 有些人應該是第一次見面 晚安 晚安 好 今天就由我來打頭陣 等一下一個小時後也會陸續有其他成員一起直播 今天 總共有 三位 加我三位的成員會開直播 謝謝大家的情形 好 這是我第一次用showroom 所以其實 好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晚安 晚安 好久不見 好 我本來開了這個 我本來自己畫這個 好 這就是我自己畫的 TP 脫梯的研究生波林 然後 這邊是 一隻幽靈 聲音應該沒有問題吧 應該大家都聽得到吧 然後這邊是一隻小熊 等一下鏡頭有限 這邊是 勒講 對 好 然後 大家晚安 然後 好 然後因為很久很久沒有直播了真的 有一些熟悉的名字 還有一些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好 然後我今天要再來一次 今天要重新自我介紹一次 那 我會先講一次中文的 那因為showroom好像也會有很多日本人 所以我也會有一次用日文的 欸 講 こんばんわ こんばんわ みなさんこんばんわ はじめまして 今から自己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最初は 中国語で あとは 日本語で 好 大家好 我是TP48的研究生 柏玲 然後 我今年18歲 目前是就讀高中三年級 然後 我的 不好意思啊 等一下 我非常喜歡日本 所以我現在在學習日文中 那如果日文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請大家可以多多跟我講一下 好 那我先介紹 我的星座 我的星座是處女座 然後 我的血型是O型 然後 我喜歡的動物是小熊 對 有分種類 我喜歡的動物是棕熊 像這邊這一隻 這一隻 是棕熊 然後 我的魅力 特點是 就是 外國混血的這張臉 我的爸爸是荷蘭人 然後我的媽媽是台灣人 所以我有一半的荷蘭混血 不知道 對大家來說像不像 像嗎 然後 我的特技是 就是我的專長 我的專長就是騎腳踏車 我可以把 沒關係 鐘熊 對 沒關係熊貓我也很喜歡的 我的特技就是 就是那個 特技就是騎腳踏車 對 我騎腳踏車可以 兩隻手都放開騎 我可以雙手放開騎腳踏車 有空的話可以表現 表演給大家看 嗯 然後 我的興趣是 遊戲 打遊戲 各種遊戲 像電動遊戲 手機遊戲 我幾乎都有在玩 然後 還有 鋼彈 就是鋼彈模型 然後像這幾隻 不好意思喔 這是 很舊的這一隻 應該有一些人有看過 我之前有拿過這隻 這隻是我喜歡的動畫裡面的 模型 閉魔鋼彈 哇 會放手騎摸摸摸摸 太危險了吧 好像比放手騎腳踏車還要恐怖 最近也在 組一隻秘密的新模型 所以 等組完以後會在IG公開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還做到一半 因為這隻還蠻大的 流星號 對 那是流星號沒錯 然後 我的興趣 好 然後遊戲的話 目前 反正涉及的種類都很多 嗯 然後 我喜歡的 漫畫 動漫是 晉級的巨人 的 從我國中開始就開始看 然後看到現在 現在也很期待第三季新出來的內容 然後 我最喜歡的 藝人是 NGT48的 DA尤嘉小姐 然後 我也很喜歡 LOVE LIFE的 渡邊藥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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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德生優跟 DA尤嘉小姐是好朋友 冰掌 冰掌很喜歡啊 冰掌感覺是很多 很多少女的 第一推 可是我比較喜歡愛蓮 就是 主角 通常我是主角控 就是那種正義感的 我都很喜歡 然後 再看一下 好 我從二月開始 參加了最終審查 合格 然後成為了 研究生 那現在 每一天都進行著不同的訓練 我們有進行很多訓練 像是 跳舞跟唱歌啊 演戲還有 嗯 還有 唱歌跳舞演戲 對差不多 目前就是這幾種 然後 可是 光聽唱歌來講 可能會覺得就是 很 一般可是其實都不會 因為唱歌真的很講究 我最喜歡的 一個課就是唱歌 對 像練 跳舞的時候 還有練體力那些 因為我也在舞台上面跳舞 所以要 鍛鍊自己的體力 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空方蛙 等一下我的燈會擋到我的數量 好 不好意思 好 然後 嗯 可是 雖然這些訓練都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 跟大家一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對 因為 因為這些訓練師每個禮拜幾乎都見得到成員的大家 所以 嗯 不會孤單 就是可以跟大家見面這樣 我是日本人 麒麟線 長春生 こんにちは 成員裡 誰的身體最僵硬 好問題 因為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其實還可以 可是我沒有很軟 我身體好像也很軟 我目前好像 大家都有在進步啦 因為大家一開始 就是 最一開始大家一起 下 就是 我忘記肢體前彎是不是 大家都碰不到腳 然後 經過了這幾個月 大家已經幾乎都碰到腳 就是很輕鬆都可以 往前彎了 就是明顯 固定在拉筋的話 真的會進步很多 還有做體力訓練啦 第一週真的就是 大家做完全部都 倒在地上 就是 倒在地上大口喘氣 可是 現在已經 該怎麼講 現在已經就是 做完第一趟了 大家還有些人都還站得起來 就是游刃有魚 在等著做第二組 所以真的就是練習有差 真好我都會被肚子卡住 真的嗎 因為你是用那個 或是用小企鵝當頭貼 小企鵝做肢體前彎 還蠻可愛的 辛苦喔 不會啦 還蠻開心的 就是 該怎麼講 覺得自己更健康了嗎 對 然後 今天的主題等一下會講 今天直播主題等一下會講 然後我先用日文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次 好了 好 各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TPE48 研究生のボーリンです 18歳です 高校3年生 霊ちゃんで呼んでください 私は日本が日本が大好きです 去年から日本語を習い始めました 日本の皆さんにもっとうまく話せ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 星座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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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女座 大方 趣味は ゲームとガンブラです 見てください これは 最近 作りましたの ガンブラです 流星号です ん? ここは TVを電面板の名前 哇 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完 可是還有點 好 最近やったの 作りましたの ガンブラです チャームポイントは オーランダハーフの この顔です 見てるかな 外国人 どう お父さんは オーランダ人です お母さんは お母さんは 台湾人です 還不習慣 SR 原隊 他們都跑得好快 我還不太會用 ショールームは初めてです ちょっと緊張しています でも頑張ります 特技は 自転車に乗ることです 両手を離しても 乗れますよ こう スマホをやって乗れますよ でも危険だけどね なるほど うん 日本語めっちゃ上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日本語大好きです これからも もっと 習いたいです ズティ ズティ あっ ズティだ 日文要怎麼說 だから 危険 そうだね ちょっと危険でも気を付けます 好きなアティストは NGT48の沖野由加さんです ラブライブも好きです 推しメンバーは 渡辺陽ちゃんです 好きなアニメと漫画は 進撃の巨人です 2月に合格して 3月 え?3月 から いろんなレッスンを受けています 一番好きなのは 歌のレッスンです 歌が大好きです もっと 自分 上手くなれるように 頑張ります 2編一編 お 私有聽過 またトレーニングは大変ですけど メンバーのみなと一緒なら 多分大丈夫だと思います 素敵なアイドルになるため 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 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又有一個留言閃過去了 現在是 OKOK看一下 11分 真的跳來跳去 今日の生配信も初めてです ちょっと緊張しています う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日文進步很多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 該怎麼講 因為 在營運有好多 好多人就是有教我日文 而且也有很多日本的成員 所以跟他們講日文真的進步超多 因為大家都會告訴我哪裡講不好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哪邊可以再修改 嗯 メンバーの中で色んな え? 色んな 色んな外国人があります 日本人のメンバーもあります だから メンバーと話す ちゃんと話しますと 日本語がどんどん うまく なります ん? 有一點 ちょっと間違ったら ごめんなさいね 萬一錯的話怎麼辦呢 好 現在已經進入了我們的 聊天啊 關屏 好 然後今天要先告訴大家 今天的主題有三個 今天直播的主題有三個 第一個是設計自己的吉祥物 設計自己的吉祥物 這是第一個 專屬於我柏林的吉祥物 沒關係反正我聽不太懂 我希望兩邊都聽得懂 所以要一邊講一邊講 可能會有一點 大丈夫 然後 好 今天的主題就是 設計自己的吉祥物 好 一個專屬於我的吉祥物 然後 第二個主題是 偷看一下 決定粉絲的名字 對 一直以來好像都沒有證明過 因為 還不知道叫什麼 所以 今天要來想 然後 第三個是 決定自己的 印原色 我是想說要不要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可是 印原色應該可以 不只一個吧 大丈夫 マチャリヨリ 就是 別自你 別自你 色號 我好像沒有那麼厲害到 他 可以像他一樣這樣子 就是像嘉義王一樣 把那個 講出來 沒關係 日語盡量講 講錯了就請日文 大家幫你說 弱勢 欣欣寵很久 自分の演技を決めます 嗯 差不多像這樣 然後我現在用日文再翻譯 是剛剛的 就是主題介紹 好 今日の 今日の 生配信のテーマは 自分の マスコットを デザインすることと 応援してくれる方の 呼び方と 皆さん 自分の応援カラー 応援カラーを 決めることです 以上 三 三 うん 三 皆さんから アドバイスをもらって 一緒に考えてから 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今天有很多 反正今天有兩個小時嘛 我們就可以慢慢來決定 嗯 畢竟這也是很重要的 粉絲的名字 還有 會開到12點 不會到那麼晚 今天是到9點 會 會 從後 哇 真的好多人 showroom真的好特別喔 showroom的 觀眾都會出現在下面 然後為了今天設計吉祥物 我有準備這筆 就是 本質 好像沒什麼特別 然後還有 準備彩色筆 好 手機快沒電了 趕快充電 然後準備彩色筆 對 很多 蠻多顏色的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來一下 那 好 關起來 會在下面一直跳 對啊 好多星星飛上去 柏林會電腦會圖嗎 會啊 會一點點 可是沒有很厲害 因為我畫畫其實還好 嗯 對啊 下面的人 只要丟星星就會一直跳起來 我覺得很可愛 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物 我應該會講荷蘭語吧 一點點 我其實不是很會講 因為我覺得 嗯 我的日文竟然比 我的日文好像比荷蘭語還好 這是一個很奇怪一點 雖然 雖然爸爸在家裡都跟我講中文啦 可是我的 荷蘭語還是有一點 不是很優 可是我現在也有打算要 重新再好好學一次 其實以前我會講一點 現在已經 忘得差不多 因為我也是出生就在台灣長大 Gudemohun 喔對 記得我教都 欸記得嗎 既然記得 Gudemohun就是早安 Gudemo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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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オーランダ語の おはようです Gudemohun 皆さん Gudemohun でも今日 でも今は朝じゃない ですけどね Gudemo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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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會講台語嗎 寶寶不會講台語 可是寶寶會唱 那個 酒後的心聲 就是台語歌 所以 有時候就會聽到他講 李維竟然會說荷蘭語 專業是唸什麼 專業是唸什麼 我有在學 一開始有在學畫中 沒想到還用得上 好 那我們今天先進入主題 那今日のテーマは最初は 自分の うん 自分のマスコートをデザインすることです うん 要怎麼設計呢 じゃあ現在要來設計 自己的吉祥物 那我們可以集結各種 各式各樣喜歡的東西 我可以先把我喜歡的東西都畫出來 然後我們大家在一起 把它結合在一起 看怎麼結合好了 好 先把我 ニックネームはレイです はい そうです ニックネームはレイです レイちゃんで読んでください 一定要熊啊 當然 把熊熊畫出來 畫錯了 我要 我要把它翻過來 不知道還有人記不記得那個熊站 就是 TP1的那個 吉祥物 我們先把熊熊畫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 加 加 加上 加上 要加什麼 嗯 熊站 最近改版 對現在是熊站的新裝 我們要直接把熊站偷過來 不然我們就直接說 這是熊站的弟弟也可以 台湾の黒熊 台湾的黑熊嗎 那我們其實可以兩個都用 兩個都混雜在一起 這樣會不會很 台湾黑熊是 頭上有東西嗎 台湾黑熊 就這個好了 一樣 OK 台灣的黑熊 有點酷酷的表情 欸 剛剛好這個 蠻酷的 哈哈 我只有白色項圈 我記得有個V字是不是 好像 黑到老大喔 戴個白項鍊 嗯 黑熊穿吊嘎穿來拜託 好啊 等一下喔 那我要重畫一張 雖然喜歡是中熊 可是我們可以通融把它變成黑熊 反正我也很喜歡穿黑色 嗯 黑熊 黑熊 ITT핶 我發現如果畫畫的畫 然後就是 畫畫的畫 如果你畫一個人物的表情 你在畫的時候 你的表情會變的跟它越來越像 嗯 把它畫下來 我們可以聊聊最近發生的事情 大家有看那個嗎? TPE村的直播 他們現在有直播 只要有空我都會去看一下 我就覺得 好好笑 好像有點畫太黑了欸 把它整張臉塗黑好像有一點點 太多了 難怪我畫畫都畫得很醜 有看 嗨 柳瑋 嗨 柳瑋 有看齁 因為我是覺得 第一次 因為大家都有去過TPE村 成員都有去過TPE村 然後 那時候去TPE村就是 因為第一次去 然後走路啊 然後就走過很多 鄉村的小水溝吧 然後有幾次就是我們幾個在聊天的時候 聊一聊 然後就喔喔 差點踩空 差點全部摔下去 而且村裡竟然還有養狗欸 真的是太恐怖了 訓練辛苦嗎? 嗯 也還好欸 因為 我覺得 訓練 應該是因為是自己喜歡的事情吧 訓練 因為我蠻喜歡跳舞的 所以其實 一直想要追求就是 讓自己可以更好 所以現在參加這個跳舞課 我其實還蠻開心的 雖然很累 有時候真的很累 可是 沒有關係 Hold住 好像 有一點 太黑了 黑熊好難畫喔 還是 還是 還是再重來一次好了 有一點太 有一點太 太黑了 都看不到臉了 那我把眼睛畫成紅色的 我們還有多種顏色可以選擇 像這樣喔 像這樣喔 好可怕喔 我們還是再一次好了 首先 鼻子白色看看 好啊 等一下找不到我的筆喔 這邊 越來越兇了 對啊 越來越可怕了 黑道熊 我們先把頭 畫出來 嗯 頭畫錯 不夠遠 頭 那我們也幫他畫個刺青好了 那個 不是刺青 八痕 OK 那我要把它塗黑 最近 我最近去看了一個 電影 然後 它是韓國的恐怖片 因為我本人其實 很喜歡看恐怖片 就是 又怕又愛看吧 就是 因為 就是覺得跟大家一起被嚇很好玩 要大家一起一個人的話 我應該不會去看 然後我們就去看那個恐怖片 然後它就是講述說 在一個 很恐怖的鬧鬼的地方 然後就是 靈異直播 這樣子 然後 那真的是 我有史以來看過最恐怖的鬼片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讓我那麼想衝出去電影院的鬼片 最討厭恐怖片 我 我剛開始也不太喜歡恐怖片 可是 Hora好 嗯 嗯 ちょっと好 少しだけ です 嗯 でもやはり 怖いんですよ 睡覺的時候也會啊 睡覺的時候也會 就是一直在想那個畫面 然後 因為大家都被那部電影嚇到 就就是很恐怖 它就是鬼跑出來的時候 那個鬼已經 嚇到整個聽 這個影廳的人都在大叫 就是大家說 哎呀 然後叫好大聲 然後 回去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那個畫面 同學也是大家都很害怕那個電影 結果就不知道哪一個人 竟然 找到那個鬼的照片 然後就在群組裡面 一直傳來傳去 然後大家就好害怕 趕快把 然後大家就說 我要封鎖你 我要封鎖你 最近也想找成員們去看電影 可是 不敢找他們去看恐怖電影 我怕把他們嚇到 我會被怕 呵呵 剛剛後面有東西跑過去 不要嚇我 後面是白牆 後面只會有影子 我找到這個位置 花了很多時間 都不敢看 真的嗎 剛開始會不敢看 可是我第一次看鬼片 好像是國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也是跟一群人去看 因為真的 一個人看太可怕了 然後也是 真的被 被嚇得不輕 可是到最後就有點免疫了 飛行荷蘭人 我小時候也常常被人家開這個玩笑 以前海綿寶寶很夯 然後 不好意思 海綿寶寶很夯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 看到什麼 飛行荷蘭人 然後大家就開始這樣叫我 他就說 欸你爸爸不是荷蘭人嗎 那你就是 飛行荷蘭人 你死了以後變鬼 就是飛行荷蘭人 然後我就 好無言喔 雖然那時候還是配合他們 玩得很開心 因為每次就是那種 不要啦不要開我玩笑 可是自己都笑得很開心 人比鬼恐怖嗎 我是覺得 是沒錯耶 我現在反而會比較怕像小偷這種東西 長大就會怕這種東西 因為已經活了18年都沒看過鬼了 可是我還是不敢一個人 跑到很暗的地方 還有晚上睡覺我一定要開燈 所以 連我家弟弟都受不了 跑去隔壁房間睡 小時候應該像外鬼吧 小時候好像比較像 嗯 小時候 附近鄰居都覺得 比較像 現在比較像台灣人 應該是因為比較像媽媽吧 某些角度可能就很像 不怕不怕 你講這句話就會真的遇到鬼 好像真的是這樣子耶 欸臉是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現在要塗顏色 等一下喔 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清楚 好 雖然它有一點大小眼 可是沒關係 因為我也有一點大小眼 如果疤痕的話 塗橘色會比較好啊 看一下 好像是這樣子耶 這樣子 有點恐怖 好 然後我們畫它的身體 可是我們要先想它要穿什麼 我一直想說要不要給它 因為我很喜歡鋼彈嘛 鋼彈的頭要不要 給它一個鋼彈的帽子 大小眼加一 瑞婷也是 大家應該會發現 我每次 大小眼的時候就是 嗯 拍照的時候 你們看到的照片的 左手邊那隻眼睛 那應該是我的右眼 對 右眼 我的右眼拍起來會特大 我不知道 現在看就覺得還好 鋼彈 真的嗎 要真的要給它穿鋼彈 鋼彈打歌服 所以真的要黑熊 我覺得黑熊 我們可以畫很多個版本 然後下次再一起決定 因為 showroom不是有那個嗎 投票的 功能 我們可以畫 黑熊版本 黑熊跳嘎版本 跟 小熊打歌服吧 之類的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投票 先把筆拿起來 對 繼續做畫 也可以畫女性點 可以啊那 那 足球衣馬 因為黑熊要畫很久 對 黑熊真的 塗黑塗了好久 正檔黑熊 吊鋼彈白拖 火豆板 正檔黑熊 我們先把它的身體輪廓 我們先把它的身體輪廓 描繪出來 不要太胖 不然跳不了舞 OK 然後要把它的V10畫出來 可是它的V10畫出來 在畫吊鋼會不會有點那個啊 然後 然後 畫它的身體 剛剛門那邊 好像有什麼聲音 不然要畫短褲好了 好 太棒了 我塗黑可能會塗得隨便一點 一邊 一邊 我會一邊看留言一邊塗 不然 我怕 我會一直這樣子太專心 就跟打字的時候 昨天有跟 我昨天有跟瑞婷通電話 然後我們兩個有一個 我們兩個有一個 我喜歡的GAMP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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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我喜歡的GAMPURA 千... 人 生放送的 喔 現在是千人 後面有一個亮光 因為是我的直播燈 雄心烏功 不要怕 那個好可怕喔 我們可以把這些全部都畫下來 好 叫 藍白拖喔 藍白拖該怎樣畫好咧 看一下 藍白拖 然後拿咖啡色的筆 喔 好多星星 謝謝 那褲子給他穿咖啡色的短褲好了 比較歐雞上的感覺 像這樣嗎 還沒寫上 阿公睡衣 有人說要畫吊咖啡 好 這是 第一個 第一個選項 這是第一個 OK 然後換第二個 我們現在來講第二個 第二個就先聽剛剛的提案 好 剛剛的提案有 要畫棕熊跟打歌服是不是 那我們來畫棕熊跟打歌服 比較女性化一點 不錯 這很特別 我想說要不要畫棕熊跟 打歌服 然後再加 雖然打歌服現在還不知道 到底要畫什麼樣子比較好 恩 然後 然後 還是讓他穿鋼彈的盔甲 熊 雖然我應該不太會畫 可是我們可以只畫頭部就好 然後 給他穿荷蘭的母雞 只是 荷蘭母雞我們要查一下圖片 不太知道長怎樣 手上拿浴巾箱 喔 可以啊 好多喔 這樣我記得起來嗎 我先拿 我先拿這隻 好 我先畫他的頭 我打海來摸摸看到底要怎麼 頭上畫風車有點太多了 還有那個荷蘭帽子 荷蘭好像有傳統服裝 木雞 荷蘭木雞 然後手拿浴巾箱 喔 柏林穿熊王偶服 喔 可以耶 那我熊 畫成頭套的樣子好了 等一下喔 那 那我要重來一次 因為我覺得這樣頭型會怪怪的 髮型弄中帳篷瀏海 拜託 我們現在是在畫柏林的 並不是 並不是畫嘉義王的 笑死 那時候我們可以等 嘉義王直播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那邊跟他說 要用帳篷瀏海 他最近帳篷瀏海有比較小一點 因為他最近上了妝髮課 然後 那個髮型師有教他說 要怎麼樣可以讓頭髮比較太帳篷 他就回去一直練 一直練 然後就是 練了很久 可是就只有 回來一點點 然後他睡個覺又都沒有了 還有 喔還有 昨天 因為我這幾天剛換一隻手機 然後 我就有在下載遊戲 然後最近就下載了一個遊戲 叫 呃 反正就是一個抓娃娃的遊戲 他就是抓娃娃的遊戲 然後 然後 那時候看到 那時候看到 就是一個夾娃娃 剛剛講到夾娃娃遊戲嘛 然後 那個夾娃娃的遊戲簡單來說就是 他是真的夾娃娃 然後 然後 你課金儲值 對 課金儲值以後 他就可以 夾娃娃 就是真的有夾娃娃機 然後 你用手機 你用手機去控制他 然後 夾到東西掉下來了 就是 你就可以 他就送到你家來了 然後 我昨天很幸運的 就夾到 一個東西 算了 花了我不少錢 可是我還是夾到了 所以我就把它 寄回來了 可是還沒有到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 之後到 可以給大家看看 因為好像就只是一個 我其實也不知道我夾到有什麼東西 頭套的話 我先畫起來 繩子手 也沒有很省欸 因為 那時候花了好多錢喔 其實 我花了有點 多 所以 好像也沒有賺到 因為那個東西感覺 價值也沒有到那麼貴 可是我就是 看到他卡在洞口 我就是不想讓給後面預約的人 請 能讓他們撿到這個寶啊 當然是我先 當然是我先拿囉 再看一下 你覺得嘉義網有變漂亮嗎 當然 當然是有的 對 相信大家禮拜四就會看到 可能 他還是一樣ㄎㄎ 可是 變漂亮應該是有的 應該 每天都見面 你看不太出來啦 可是是 一直都很漂亮 對 要這樣講 不然我等一下被他罵死 呵呵 快好了快好了 我再畫GV就可以先給大家看 咖啡色 呵呵 我只是想要看烏咪 建議推嗎 是說建議推誰的意思嗎 看烏咪喔 烏咪 烏咪 烏咪我好像 我一直很想要看烏咪本人 可是 沒有時間去見他 不然我也想抱小毛 壞好了 摩斯古 我的筆都會去插到旁邊 嗚 有烏咪就不需要嘉義王 好可憐喔 不要這樣 我們還是挺需要他的 他需要 負責在旁邊逗我們笑 我們最近 跳舞課的時候 跳舞訓練都會去騷擾 瑞婷 然後瑞婷又快受不了 這是頭套 好 然後我的頭 頭 自分的頭 我的頭會畫在這邊 把這個當頭套 最近有在吹直笛嗎 有耶 最近吹直笛跟鋼琴都有 我最近一直在找 有沒有什麼我喜歡的 動漫的歌 的直笛譜 可是都找不到 不然通常都要付錢 有一點麻煩 所以我就把 宮崎駿的 宮崎駿的鋼琴譜拿出來了 然後就罩著上面的吹 剛剛好就是 嗯 7點的時候 台灣 就是台灣現在7點的時間的時候 剛好就是 倒垃圾的時間 我們家門口倒垃圾的時間 所以剛剛 垃圾車真的超級吵的 就是非常多聲音跑出來 然後我就很怕 我開播的時候 這些聲音還是會一直在 快畫好了 我已經點進處女座特點了 我是9月12日出生 喔 我雖然是處女座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都沒有 很灌到 處女座的那個特點 他們說處女座很龜毛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還好吧 好啊 處女座特點還有什麼 愛乾淨嗎 愛乾淨 我是覺得我不會很髒 也不會到很潔癖 因為我其實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敢吃 朋友的口水 現在不敢 就是女同學的口水 好朋友嘛 就是大家共喝一杯飲料 我現在會不太喜歡 我以前 欸我以前 我是國中的時候敢 然後 上了高中以後 就有點不敢 突然覺得很噁心 然後就 人家喝飲料 我就不要喝 不要喝 然後不然就是 他們已經喝了 我就會覺得算了 然後我就默默的 擦一下 還不可以讓他們看到 不然他們難過 嗯 然後 臉應該會畫得比較 髮型好像沒大變動 喔 我髮型好像唯一變動就是 就是固定像這樣子 就是耳朵 這邊的耳朵會露出來 然後這邊 放下 還好 這樣子我就不用 太麻煩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就 很輕鬆 可是之後 因為剛開始徵選的時候 因為剛開始徵選的時候 去年 九月 是在 連 欸是長到 頭髮是長到這邊 去年 去年 髮型 は本当に短くて 来たこと 日本 に来たこと が ありますか うん 一回だけ 去年 の7月 と8月 10 10 10天要 10 10 秋葉に来ました 秋葉に来ました カンタで カンタの カンタもいた カン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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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ンタのホテル で住んでいます あの時 變青秀 真的嗎 我就覺得頭髮現在留到這邊 應該 蠻習慣的 尾巴 尾巴 唐頭髮很好看 我一直會覺得我頭髮會太厚重 尾巴 很多 現在有 人有学 上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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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日本語不太… 嗯… 不太… 但是今年是努力学习 所以在日本上去 努力 更加均勻 更加均勻 日房好難喔 緊張就會講錯 繼續剛剛的 如果臉像這樣子呢 好像有點普通齁 就有點普通 大家看清楚一下 這邊的部分 完蛋了 突出來了 好尷尬 那我們只好幫他收臉一下 像這樣 因為我的左邊 跟右邊的頭髮好像不太一樣 像這樣 眉毛 眉毛 我還沒畫眉毛 眉毛 畫眉毛以後好塞喔 還是我們要把瀏海留長一點 因為我也沒有眉毛 我們來幫客人加髮量 我們來幫客人加髮量 然後 他的身體 這是臉嗎 臉先像這樣子 我 他這個如果加水 他這個比很酷 他只要加水 就會 變得比較 淡一點 好像沒有太成功 等一下 好了 欸 舊子 嗯 絵畫也好 謝謝 我現在幫他把皮膚色畫上去 好像沾到旁邊會有點髒髒的耶 真討厭 像這樣 有一點髒髒的 有一點髒髒的 修一下 可是他遠遠看來是很髒 對 好髒喔 好髒的圖喔 然後 然後然後 那 已經決定完頭的部分了 頭的部分 那 身體 要怎麼辦咧 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我們可以用什麼咧 剛剛有說衣服要選 喔 打歌服嗎 打歌服 還是要畫 可是鋼彈的話有點難 我們給他穿鋼彈的 手臂 好 鋼彈的手臂 然後 穿著偶像的衣服 好像衣服 好像衣服也是好問題 因為 不要穿衣服 然後 可是 有點難畫就是因為我不太會畫 漂亮的衣服 然後 那我們就畫畫看 手滑哥母湯喔 對啊 手滑哥母湯喔 真的好多人 好緊張喔 現在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幫他畫 身體的部分 衣服越少 防禦越高 對啊 就跟你買遊戲時他的 衣服越 啊 我畫到了 他的衣服越少 越貴 可以啊 T恤 好像背包一件事 我不小心畫到下面了 所以我要 等一下還用紙把它蓋住 反正最後畫完 會再重新畫一次 應該不會照像這樣 會再重新畫一次 這個畫到 不好意思 會再 重新再畫一次 好 沒關係 畫TP的T恤嘛 可以啊 那就穿 換一個熊熊穿TP的T恤 下半身 好 一 二 好 開始畫 那先畫 T恤的領子 T恤的T恤是一件男子 因為他的圖案真的用筆超難畫的 謝謝愛心 因為我現在其實還搞不清楚他的禮物定義到是什麼 好 反正就是看到很多愛心就很開心 好漂亮 先幫他畫衣服 先幫他畫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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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差點忘記抬頭 話太認真就會無聲 我那天不是跟瑞婷通話嗎 我剛剛前面說 然後 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只要聊天聊一半 然後就會突然有個人突然停下來 然後 瑞婷就會說 欸 人呢 喂 喂 然後那時候可能就是剛好我還在打字 所以就很容易會這樣子 話說黑熊可以手拿582台 不能 這個不能畫上去的 這好像有點違反社會善良風俗 都會像這樣子呢 TBE48 然後 給他一個熊熊的身體 雖然這樣有點奇怪 毛毛的 然後一個鋼彈的手 要參考,我們要參考一下鋼彈的手 把它的鋼彈的手加裝上去呢 那我們要照著這個上面畫 那要用同款顏色嗎? 好的 可以拿它嗎?反正在荷蘭合法 可是在台灣不合法啊 就算在荷蘭合法 也是不行的 然後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個畫上去 挑戰性有點高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把這個畫在上面 TP,老公,殺鬥 到底要怎麼...喔!我按出來勒 然後我們把這個手畫出來 突然有點點 我的大母哥應該沒有畫翻 喔,瑞婷跟你講電話...看起來好難畫 對,有點難畫,我真的畫不出來 瑞婷跟你講電話時會請你把它算數學嗎? 嗯,不會,因為我數學也不太好 還是會請嘉義王吧 波音好,讚,謝謝 好可愛耶 手上拿showroom的星星呢? 好像也可以耶,那我們可以把它畫上去 反正這是大家一起想的 S,R數字1到50K算房間分數 嗯? 有看過台灣沒的話,手滑哥給你看看 你當初T-Shirt上面 你當初T-Shirt上面寫的字是什麼呢? 特別的存在 想要成為特別的存在 我記得好像...因為我寫很少 大家都寫好多 我記得我寫的內容超短的 我記得是... 喔,不是記得,我確定是 就是想成為特別的存在 當初的想法就是這樣 好,然後我們現在先把他的手掌畫出來 那現在畫他的手掌 手掌 嗯... 好像有點不像耶,可是沒有關係 特色 特色 特色,對 嗯...我再畫到這邊 嗯... 現在好像...現在這時間已經開始 陸續有別的成員在直播 然後... 修一下便便 綠綠安安 喔,綠綠來了嗎? 綠綠安安 嗯... 台灣人 優しかったよ 嗯...台灣人 本当に優しいと思います でも日本人も 優しいと思います 我快好了 好了 不知道畫這樣可不可以耶 手畫這樣子 好像... 可是我還沒有塗咖啡色的部分 給大家看清楚 怎麼一竟然看到手滑哥穿衣服 大家安安 不會轉台的,謝謝 瑞婷帳篷瀏海回來了嗎? 他最近也是 是... 挺他的吧 他的帳篷瀏海 永遠都沒有嘉義王的厲害 嘉義王才是十組 差不多像這樣 有點恐怖,可是沒有關係 那下半身給他穿裙子好了 然後... 裙子就穿橘色的吧 他... 砰砰尋 我覺得可以 這樣看 戰力有八千 畫 成長是要游泳嗎 是不是這樣 很像...很像手臂圈嗎 那不是...那不是...那是... 那是...那是鋼彈的手啊 不是...那個叫什麼 手臂圈 戰鬥女僕的感覺 對,有點像... 之前的一幅動畫 機甲少女 是不是 好像把名字講出來好像不太OK 可是我也不確定名字是不是這個 我們把橘色的裙子塗好 我們把橘色的裙子塗好 下雨時可以躲在嘉義王的流海下面躲雨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顏色好像要古早味的零食 真的有那麼像嗎 好像有點像齁 可愛いですよ ありがとう 可以嗎 還可以吧 裙子還沒有塗完 再等我一下下 我還記得在... 一開始徵選在LiveMe的時候 我也是 選到第一天開直播 然後那時候也是很緊張 可是一開始好像就沒有那麼多 開始以後就不會想那麼多 像這樣子 有點像難關耶 開始偷偷說嘉義王壞話 柯柯 還可以防曬 對還可以防曬 抗UV 對阿 想說你又是第一個 對那時候第一個真的覺得好害怕 可是後來也覺得 嗯其實也還好 所以這次又是第一個 可是沒問題啦 還是OK的 南瓜裙 我本來想畫蓬蓬裙 可是它好像有點走樣 沒關係我們可以幫它畫個 小蕾絲在下面 像這樣 好 有點像窗簾 可是 沒關係 南瓜裙 時間掛好快 懷念以前 它是直播的是不是 真的 南瓜裙 真的很像南瓜裙 可是我夾著現在會有點像 燈照 台燈的那個照 照子 以前開直播真的是 眨眼就過了時間了 荷蘭木雞 對我還沒插荷蘭木雞的圖片 等一下喔 欧蘭達的靴 荷蘭木雞 看一下 哇 超級難畫的 我們選個圖案簡單的 這個黃色的不錯 好 決定了 下面就畫 荷蘭的木雞 我們可以再幫它畫一點鋼彈的腳 很好的那個盔甲 因為 如果只畫這邊 等一下要被人家講說很像那個古早味的魚片 這樣子 好像會有點 先把它的手 也塗好 這樣看起來會更像 好像更像也是我自己在說的啦 之後我參考你了 也來畫畫看 好啊也來畫畫看啊 我覺得 設計這個真的蠻好玩的 當初在設計那個熊讚的時候 也是覺得 當初是 一直想不到到底要畫什麼 可是突然 突然就想到 一個點子了 然後就馬上把它畫出來 結果好像也意外的 蠻成功的那個 那個作業 我真的覺得熊讚應該是 我其中一個蠻好的作業 我個人喜歡的 我剛剛熊讚還留著 參考原子小金剛 哪有 非參考 是原創 是原創的 好的 我們現在把它畫腳 那腳 就是像 C上襪一樣的這種腳 好 先把他的毛 我們如果這樣畫會比較 我拆到我的 架子了 好 我如果這樣畫它會不會 比較好那個啊 那我轉過來 畫 讓大家看我怎麼畫的 再看到 好 熊的腳 熊的腳 好 原創的 參考 原子獎 我們是原創 我們才不是參考別人的 欸可以這樣子嗎 把主題打在修圓上面 喔喔稍等我一下喔 待會兒 待會兒 嗯OK 那我現在把這個 主 吉祥物設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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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再- 這樣子嗎?這樣就會跑出來嗎? 欸!有勒!謝謝! 嗯? 好 OK 它變好大喔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我的頁面變超大的 我現在把它調回來 回來了回來了 謝謝天謝謝地 好 有看到齁 都有看到上面的那個字嗎? 那我們現在設計到腳這邊 好 腳這裡 它現在是 目前是斷枝狀態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弄回來 畫面消失了 大家這樣看得到嗎? 我的 直播畫面消失了 大家看到的畫面都看得是正常的齁 因為 我現在變黑屏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得到 好 那就好 沒關係 那我就先繼續保持這樣 因為我現在變 突然全部變黑屏 我只看到大家的留言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繼續 先這樣子好 然後 接下來是畫 接下來畫它的腳 腳的部分 我們也是參考那個鋼彈模型的 可能我沒腳錢 可能我 我課的不夠多吧 Can you speak Japanese 少しだけ 簡単的畫畫が できます 我先把它的腳畫出來 所以腳部分要靠 其他機台合體嗎? 嗯 我們可以暫時先用 先採用我們的流行號 機台合體好像蠻獵奇的 顏色部分啦 顏色部分啦 而且我等一下被人家認為我在畫 不知名生物 而且我覺得我畫得還蠻簡陋的 畫質差了 真的嗎? 天啊 天啊 有一點點危險啊 卡住的 卡住的 好像有點事故 晚上好 可是現在看得到 可是好像會有點卡卡 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 好多了嗎? 雖然我現在還是看不到畫面 可是 至少現在正常的就好 對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 因為我真的不太會用這個 所以危機處理可能會有一點慢 畫面 有人是停的 有的人是OK的 然後有的人怪怪的 重新整理一下 嗯 天啊 這跟Wi-Fi的有關係喔 世界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我只看到你的定格 竟然會這樣子 天啊 怎麼辦怎麼辦 可是 我們先讓 我們先繼續看看 嗯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可以先 繼續看看 已經過一半時間了 目前是像這樣子 腳的部分還沒有畫好 啊等一下畫 剛剛大家選的荷蘭木雞 然後 黃色 這次畫的是黃色的木雞 2000人了 喔 你先 嗯 定格就是要解讀 天啊 老了我吧 我們把那個木雞畫上去 很可愛喔 呵呵呵 自己講自己畫的吉祥物 好可愛有一點 不是游泳是溜直排輪 不是 這不是護膝 雖然它有點像護膝跟護肘 像這樣 然後 現在畫它的木雞 很可愛 謝謝 2000人 哇 第一次直播那麼多人 好恐怖喔 SHOWROOM真的好厲害 不是 不能說好恐怖 要很開心 對 雖然有點緊張 我會把它畫到外板耶 空幫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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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這鞋子畫好 好 這隻熊可以一拳打破三層木板 沒有問題 對 它可以 它應該有這麼強 因為它是鋼蛋熊 還要幫它的鞋子上面畫顏色 好 這樣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到 這樣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到 然後 還有它的 假的鞋帶的洞 因為我看那個網路上面圖片是這樣畫的 目前是像這樣 然後手上要拿浴巾箱 對 浴巾箱 浴巾箱 浴巾箱我應該也直接畫得出來 綠色 這種綠色是浴巾箱梗的綠色吧 短髮可愛 短髮 因為我也是短髮 短髮 但我想要熊讚 真的 它就是 有一點熊讚的模擬板 它是熊讚的妹妹 我們之後可以來幫它想的意思 木雞跑很慢 但被踢到會死人 對 我真的覺得 木雞是一個殺傷力挺高的武器 因為它就是硬硬的 然後頭尖尖的 我們畫兩種顏色的 兩種顏色的浴巾箱好了 兩種顏色的浴巾箱好了 我的黃色快沒水了 真討厭 還要幫它畫一點葉子 我們發現第一個 第一個吉祥物設計的時間好像有點短 然後第二個就是現在這個吉祥物設計的時間好像有點長 我覺得沒有偏心 我是因為第一個 啊 閉掉了 我是因為 第一個太簡單了 被木雞打到有機會近一遠 真的 木雞如果用力踢掉就應該會中傷吧 大家有被木雞踢過嗎 我是沒有啦 好 畫 完成了 目前就是這樣子 旁邊畫那個好了 旁邊畫showroom的行星 很難畫就是 它的形狀 很容易跑掉 而且我星星都畫得好巨大 台詞幫我撐10秒 對 這是雙刀流 這是我們的秘技就是雙刀流 這是我們的秘技就是雙刀流 星星畫紫色也畫一些粉紅色的好了 好 畫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星星 pinkの 好 嗯 畫這裡 星爆氣流展 對 旁邊有星星 所以這是星爆氣流展 然後 要 有藍色的嗎 星星有藍色的嗎 好像沒有欸 有嗎 你有現在黑瓶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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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E48 研究生 研究生 Boring 大家最後面會再重新自我介紹 是因為 真的人進來太多了 突然好多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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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會不會有 讓我真的穿上這種衣服 應該不可能吧 還蠻好笑的 人山人海 我们再画一个黄色的星星就好了 哈喽 好 结果就像这样子 发现第一个跟第二个也差太多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 我们二把它画在右下角一点 因为我觉得好像会挡得到 一是这个 然后看到一是这个 二是这个 好像差很多耶 可是这个好可爱喔 私心喜欢这个 那名字我们可以之后再想 下一次直播可以把名字想一想 我们来用看投票好了 开始投票 好像 我都还没有干嘛 他就跑出来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投票的那个 啊 夹娃娃机就来通知我去夹娃娃了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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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第一个 KUMA的帽子 我的顔 TP48的Tシャツ SKAT GUNDAM的 這個 這個 Olarm的鼻 和靴 大家投票看看 荷蘭的木雞 鋼彈的盔甲 荷蘭的花 玉京香 我不會講玉京香的日文 還有熊的頭套 這些的 我穿2好像會 我穿1好像會有點恐怖 投一下時間 投一下時間 那我們時間射到 30分 30分 支持1號老頭熊 我來拉票 加個戰鬥力指數 戰鬥力指數 戰鬥的都要怎麼寫 應該是這樣寫 都 寫錯了 寫錯了 8加9熊 Daiski 到30分 到30分 太久了嗎 那到25分呢 2分鐘就 喔 這麼快 那 到21分好了 21分 一般就幾分鐘 喔 這麼久嗎 那我們就再1分鐘 因為我沒有用過 那到20分 那到20分 要一直看時間 好 這是 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是1 1 1 這是2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投 可愛 謝謝 20分了嗎 20分了 好 投票結束囉 我們數5 4 3 2 1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投票結果 喔 2比較多耶 2的 票數是 我看一下 我寫下來好了 我把數字都寫下來 2的票數是 1的票數是這樣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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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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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接下來要決定的是這個 我把它打在上面喔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好 有看到了嗎?上面的跑馬燈 熊鱗 感覺好像有點恐怖喔 那 我們接下來就是 好,這已經決定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選的是 粉絲的名字 後面是柏林家的牆嗎? 沒有,這是我家衣櫃 好,我們來決定 粉絲的名字 因為到現在都還沒有決定過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來想一下 就是 就是 応援 我們把第一個先寫下來 熊孩子如果真的要翻成日文要怎麼講? 因為我希望 日本人的大家也聽得懂 靈熊 熊王 叫芝加哥 芝加哥 直迪 直接叫大家直迪們嗎? 霸氣的話就叫八加九熊 各位八加九熊們 大家好 但今天就好像才不可以了 怎麼越來越抬啊 柏林熊 柏林熊 因為是柏林熊 所以叫小熊的話 小熊,柏林熊 柏林熊 柏勒熊 好多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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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白畫一點的 白畫一點的翻法 就是熊孩子白畫一點的 就是 不要真的把它照意思翻過來 呵呵呵 角頭熊 我們可以 我們今天要連 好應該來一集 柏林熊 柏林熊 大家好就是 柏菜層 柏林熊 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翻成像這樣了 啊 我不想寫在第三列 等一下 讓我同學一次 叫阿松 玉京香雙刀熊 小騷包來了 靈魂樂熊 野熊耳 熊子供 喔 直翻的話會變成這樣 一定要熊 也不一定一定要熊阿 我覺得可以各種 因為 我的 我的興趣是 打遊戲還有鋼彈跟 阿小熊是我喜歡的 熊是我喜歡的動物 所以其實可以 涉及到很多地方都可以 小熊柏林 小熊柏林 柏林熊的話 我是覺得柏林熊不錯 可是柏林熊用來叫粉絲的話 好像也是可以耶 我們叫玩家 玩家們嗎 喔 因為玩遊戲嘛 所以叫玩家 也可以耶 先把剛剛想到 都先記下來 一 熊孩子 熊孩子 然後第二個是 玩家vs冒險家 就會跟那個 家瑩的一樣 我是不是要鋼彈了 玩家們 我發現用這隻彩色鼻血 會變得很書法治耶 雖然有點草草的 可瑪林 那我們叫玩家 對 玩家不錯 電競熊 叫阿姆斯特朗 旋風噴射阿姆斯特朗炮 還蠻長的 電動的話 電動的話叫玩家 其實感覺不錯 我們至少要想到 三四個選項 我們至少要想到三四個選項 如果是 如果是叫 如果是叫那個 叫玩家的話 直接翻譯 Player嗎 Player 是嗎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熊孩子 熊孩子到底要怎麼翻譯 柏熊鋼彈熊熊 行語都不錯 目前統整出來是這兩個 熊孩子跟 玩家 玩家 Player 兩個都是有結合到 那個 喜歡的興趣跟喜歡的 母湯熊 湯母熊 然後 大家在想看 我們在想看還有什麼 鋼彈的話 鋼彈的話融合在一起的話 鋼彈有什麼可以叫的嗎 夜大熊 夜大熊 夜大熊不是那個嗎 那個 哆啦A夢的 熊哥哥 母湯熊 紅色三杯熊 但是叫QQ熊 QQ熊軟糖 我最近有買一個QQ熊軟糖的二環 還蠻可愛的 是藍色的 下次可以戴 然後 人造人間 怎麼大家越來越離題啊 真是的 我們目前先想這兩個好了 熊孩子跟玩家 我真的覺得熊孩子跟玩家 這兩個還蠻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 這兩個 雖然我現在還不知道熊孩子怎麼翻 可是我真的覺得熊孩子不錯 就是 很親切的感覺 玩家也是 玩家叫起來很 順口 目前就這兩個 先選這兩個 然後我們到35分前 我們35分開始投票 然後35分以後就 開始選下一個主題的 內容 對 我覺得熊孩子可以 可以直接 就是翻譯成 比較白話一點 不要真的照他的意思去翻譯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可愛一點 可是如果他們知道 在中文熊孩子的意思是這樣子 應該還蠻好笑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翻譯成熊的孩子 可是我要再照看嗎 更可愛一點的講法 今 ファンの名前は 1は 熊の子供 私は一番好きな動物は 熊です だから ファンの名前は 熊の子供 2 熊の子供 2は プレイヤー 私は ゲームが好きです だから ファンの名前は プレイヤー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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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那可以吧 ファンの名前は ファンの名前 ファンの呼び方 熊の子供 プレイヤー 競技的黑熊 目前就這兩個 熊英靈 不要那麼恐怖 進級的黑熊 我真的覺得進級的黑熊還蠻 還蠻有趣的 柏林熊長 今天不是有一個 就是今天官方的那個現實有說 七點柏林跟你 博見博散 魔法少女は熊 熊麻痺 熊麻痺 也不錯耶 那熊麻痺 就算第三個好了 熊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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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講嗎 因為如果翻成熊麻痺 就是熊麻痺 熊麻痺 熊麻痺 麻痺 麻痺 日文的麻痺 是好朋友 有好朋友的意思嗎 還是只有中文是這樣講 熊麻痺 以為取名高手 但他一個人好像已經佔了兩個名字了 他真的是好強啊 職業是Player ID是熊孩子 好像也不錯耶 你好 熊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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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差不多就是 熊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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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目前這三個好了 然後大家投票 決定 那第一個選項是 我重寫一次好了 好像自己有點醜 第二個是 玩家 靈魂之第一首 大概是課金買妝 哈囉 柏林第一次在showroom看你直播 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在showroom的直播 然後第三個是 第三個是 嗯 剛剛說的是 熊麻吉 對熊麻吉 我把它寫下來 好 三千人 謝謝 三千人 好 我們來決定這個 第一個是熊孩子 熊麻吉 應該是這樣翻吧 第二個是熊孩子 是玩家 Player 第三個是熊麻吉 就是熊麻吉 我是這樣翻的 好像有一點那個齁 好像有點不對 可是之後會再修正 好 那先理這三個 好 我看一下那個 我看一下投票 我等一下會再順便 再一直給大家看一下 有三個選項 好那大家現在 我們投票到 37分 三千人做我可愛的熊毛 熊動作 貓熊動作 貓熊動作要怎麼做 真的嗎 這樣子 我一直覺得熊是這樣做 因為熊的耳朵是圓的 我今天有帶我最喜歡的小熊 忘了亮給大家看了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小熊 我們請他來做熊貓的動作好了 耶 謝謝 繼續給大家看一下剛剛的 剛剛的 表單 第一個是 熊孩子 我的字有點醜 第二個是玩家 第三個是熊麻吉 第二個 第三個 這樣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現在畫面其實是黑的 看 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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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37分 我現在來驗收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投票的結果 3 2 1 熊孩子 跟 玩家 還有熊麻吉 熊麻吉 熊麻吉 我沒想到這個真的會贏耶 我也覺得我翻譯的還不錯嘛 所以 看 應該大家都看得到投票結果吧 好像大家都看得到 嘿 熊麻吉 那我們就決定是這個 我會比斷水 熊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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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進入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的問題應該 最後一個應該比較快 也比較簡單一點 我改一下主題喔 熊麻吉 可愛 好可愛 真的嗎 謝謝 初めまして こんばんは 阿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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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こんばんは 我改一下那個主題 我以為會有熊讚 熊讚是上次的 はい こんばんは 日本から見てます こんばん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とは改めてみんなに 挨拶と自己紹介にします 待ててください 再一個看一下 自分の応援からを決めること 応援からを決めること 新手機有點難打字 自己的應援色 好了 看那個テーマ テーマ在上面 主題在上面 日本語うまいね いやまだまだみちゅくなので 你好 你好 こんばんは 好 那 現在要來決定的就是 硬顏色的顏色 因為為了這個 我有特別帶這個過來 稍等我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來決定喜歡的顏色 可是它應該 它應該蠻多顏色的 這是我自己 有在用過 因為我也有在 之前在看演唱會的時候 也會使用它 那大家覺得最適合的顏色 這些大家可以做選擇 大家可以先提出 哪一個顏色是 你們覺得很適合我的 或者是 我目前喜歡的是 綠色 硬顏色不知道可以選幾個顏色 硬顏色應該可以選 兩個到三個 是嗎 我個人是很喜歡綠色 就是這種綠色 這種的綠色 還有其實我也很喜歡這種綠色 這種的 五角獸的綠色 有點薄荷綠 對這個 那個是比較薄荷綠一點的 這個是比較薄荷綠一點的 然後 這個是比較正一點的綠色 哪裡可以買到 嗯 我是網購的欸 好久以前買的 好像是我國中的時候 每週換一個顏色 其實你喜歡顏色就好 綠色 我目前是喜歡綠色 可是應該可以選別的吧 還有 我喜歡的顏色是 我也很喜歡 螢光紅 這種紅色 藍色 藍色選 是要哪一種藍色 這種嗎 我們可以總共選三個顏色出來 因為應該可以配三種顏色 那我們可以決定就是 要哪一個顏色配我喜歡這兩個 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我喜歡的顏色 這是 嗯 先把 這個決定就是 粉紅色跟綠色 那要選的就是 現在大家要選的就是第三種顏色 總共是綠色跟 好久喔 桃紅色 嗯 這兩個 那大家要選的就是第三個 要搭配這兩個的顏色 我用畫的好了 等一下喔 畫的清楚一點 讓大家明白我要表達的意思 就要畫面 那些顏色 是 嗯 那些顏色 是 對 有 那些顏色 對 有 選綠色 我們永遠用做帽子好了 想好遠啊 可是我沒有 我發現我沒有桃紅色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用 筆來 我們用我們的燈來告訴大家就好 這樣子 會有點像那個冰棒 你好 公幫我 薰衣朝子嗎 也可以列入啊 好 我們現在選的就是 這個是這個顏色 然後 然後 綠色是這個顏色 像糖果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選的就是 最後一個顏色 要哪一個顏色 剛剛有人提出來要藍色 那藍色的話 我比較喜歡是這個 藍色第一個 這是藍色 紫色感覺會撞爆 感覺各種顏色都會撞爆 tpe48 加油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頑張ります 白色 白色集合所有顏色 白色好像沒有 白色是這個吧 這個 白色就閃光燈這樣 可以拿燈 燈管 薰衣朝子 薰衣朝子 這個嗎 黃色好啊 抓抓 喜歡第一個藍色 這個嗎 第一個藍色 黃建軍只會交通 黃色 黃色 我是覺得這個黃色比較好看 這個 好 我先把它寫起來 對啊 橘色是荷蘭足球代表隊的顏色 我也有在看四足 只是很可惜 就是 這一次的四足他們沒有提進去 然後我推的那個球員是他生涯中 上次的四足是他生涯中的最後一次 這次沒提進去 所以他的 裹腳生涯已結束 提示我喜歡的球員光頭 光頭 然後很厲害 我們家之前有買他們 球隊的球員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看足球 所以他都 強迫大家跟他一起看 結果大家看到後面就 有推荷蘭球員的話就橘色吧 可是荷蘭球衣好像也有藍色的樣子 深藍色 可是那好像就是另一種球衣 他們主要球衣是橘色 水藍色 水色 水色 剛剛那個藍色應該算是水色 然後 黃色還有白色嘛 還有 可當紅綠燈 紅綠燈 配黃色好像剛好就是紅綠燈齁 還有紫色 剛剛有人提紫色嘛 紫色紫 就是岩石 好 羅本 喔對 猜好快喔 planet 阿陽羅本 沒錯 阿陽 名字有點難念 羅本 我爸爸也很喜歡那個范佩西球員 我最喜歡哪個顏色 我最喜歡的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這兩個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 好好的顏色 我最喜歡的顏色是 緑 第二名是喜歡桃紅色 深一點的桃紅色 就是流星號的顏色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選的就是 第三種顏色到底要選哪一個比較好 只有兩個出來選嗎 所以只能選 只能選兩個顏色嗎 還是我們兩個顏色 然後讓大家先選一個出來 那我們之後再看看要不要第二個 先讓大家選第一個吧 那就先兩種顏色 然後選一個 兩種 然後選 差點壓錯手指 選一個 好 剛剛有點不妙啊 差點 壓錯手指 那 第一個是 看一下 顏色就自己開心就好 吧 還有黑色銀光棒 是不是 綠色的綠要怎麼寫 等一下 喔 會寫了會寫了 會寫了 嗯 第二個是 浮水綠 是 嗯 比較老 就是比較 要 電腦一點的那種綠色 電腦的那種數字的那種綠色 科技綠 這種很死板的綠色 是 ピンク 靈異綠 太亮了看起來像藍色還是我色盲 真的嗎?還是它閃出來就是會像這樣子 因為我看那邊還蠻正常的 那1是綠色 2是桃紅色 pink 然後 駭客任務那種綠 就是那種電腦的0101的那種綠 科技的綠色小王綠 粉紅色是這個 像這個的粉紅色 好 那這個也是要投票 那我現在開投票 我們也是投2分鐘 開始 投票 1是這個 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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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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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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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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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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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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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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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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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排名要怎麼唸 好 那我現在來唸排名 是這樣子唸嗎 英文 好 今天的第一名是我是 第二名是Rookie 第三名是Andy 第四名是Y加1王最可愛 第五名是手滑哥 第六名是蠻荒 第七名是台灣的 紫晴 第八名是韋琳 第九名是香蕉姐姐的粉絲 第十名是Q 台灣 第十一名是莫娜學蓋范 第十二名是平鮮鮮鮮 第十三名是皇帝 Postobu 第十四名是子麦 第十五名是泰打 第十六名是Spring 第十七名是QQQ 第十八名是李維 第十九名是Max 我唸到三十 我看可以唸到多久 唸多久 還有兩分鐘 第十九名是Max 然後第二十名是陳瑜 第十一名是NVM1 欸 我不知道會唸名字 然後 然後 第二十一名是盧拉拉 第二十二名是Marcos 第二十三名是Jack 第二十三名也是 第二十三名有兩個 第二十三名是汪小六跟Jack 然後第二十四名是Nano 然後第二十五名是R6 然後二十六名是Kaeru Kodomo 是這樣唸嗎 二十七名是草莓醬 第二十八名是Korotaro 好 唸完了 喔 我都唸了 我都唸全部咧 對 今天到九點結束喔 我家親戚有何人真的嗎 唸台上大大 沒關係 我把大家都唸完了 因為他有多少我就唸多少 下次開始 因為今天後面現在全部都是黑瓶的 所以我就只唸他上面有什麼 我就唸什麼 不會不會 那還有一分鐘 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辛苦 不會不會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 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按自己喜歡就好 好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 時間還有別的成員的直播 大家可以趕快去看 對 那我們下次再見 次の生配信にお会い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晚安 晚安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疲れ様です 晚安 晚安